在这个小镇上 你谁都可以惹 就是别惹这个男人 可偏偏这个泼妇不知死活 竟然还敢当着普利斯的你 让自己老公教训男人 结果 男角森哥刚跟女儿搬到镇上 平时做一下木工 接送女儿上下学 生活过的平静舒适 可几个月前 她还是一个留着长矛的飞车党 从事着全国运毒的生意 可这次交易却被普利斯破坏 原来她是卧底 正要逮捕飞车党头目父子时 两人开车逃离 男人驾着摩托 向着他们挤持而去 接着 正准备逮捕两人时 头目儿子还想掏枪 结果四十六发子弹 穿身而过 头目七年目夺儿子死众 并发誓一定要找男人报仇 动件结束后 男人更换了身份 带着女儿去到小镇上生活 本打算过些平静日子 却因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惹怒了这一家子 森哥本以为漏了两手后 他们会识相点 结果 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门 森哥正在加油 两个男人上前挑衅 老板看到不对劲 偷偷开U 结果轻松几下 解决战斗 原来 泼妇看到老公被打后 心生怨气 让哥哥帮他找回场子 而他的哥哥正是镇上出名的混混 鳄鱼 知道自己的人都被打趴后 鳄鱼决定亲自出手 趁着凤妮两人去骑马时 潜入了他们家 结果意外发现了男人的卧底资料 惊恶之余 他心生已尽 原来他除了当混混 还是个制毒高手 手握大量毒品 却苦于没有销售渠道 他决定把男人的信息 套入给飞车等头目 从而能让自己的毒品销往全国 而这个女人就成了中间人 她曾是飞车等的马子 能联系头目的律师 接着通过律师把信息传给头目 一群飞车等正赶往小镇途中 男人发现自己家被入侵 顺着线索找到了鳄鱼的窝点 并发现了他制度的密室 他先是把汽油灌进灯泡 接着在桌上倒满汽油 布置完毕 正要离开时 一条钢管把他打印过去 男人被疯狂按进水里 他们正是油站被打趴的几人 此时他们还不清楚 自己惹了一头凶手 先是一头把男人撞飞 接着用切割机解开束带 一把螺丝刀插入男人体内 解决了他们之后 男人知道身份暴露 正打算收拾行李 带着女儿离开时 飞车等已经到达 幸好邻居提醒了他 联盟先让女儿逃跑 等歹徒破门而入石 接着拿起尸体当盾牌 两枪又是解决一个 此时女儿被歹徒发现 男人赶紧追上去 歹徒正准备开枪时 被男人一击毙命 可又一个冲了出来 只能让女儿继续跑 男人用巴西柔术解决战斗 可女儿已经被人绑上船 原来女人打算救她 她把船开到了鳄鱼的窝点 可此时鳄鱼却想杀了女孩 正巧泼妇上门看到女孩 一打开灯 整个房子直接炸开 看到心血被毁 鳄鱼捉起女孩打算威胁森哥 可他哪是男人的对手 怒火化作拳头 疯狂砸在她脸上 最后妇女平安团聚